每個趙代都有忍遲,順至末年的黃石公,他擁有鬼神之能, 除受了將領太公兵佛,之後當即離去,告訴將領得到天下之後再回來找他, 將領善心學習之後,果然幫助羅邦擊敗一位有一位強敵,被後世稱為無聖, 而願世三國更是人才背出的年代,其中,梁神盧是虎將屁氣開花, 但隱士也不少,彭義就離看漢山國最流的三位隱士,第一位隱士, 張佛大師童淵張佛大師童淵是智雲的師父,他可以稱之為世外高人, 相隨他年輕的時候,經常在邊境地勒努力,主要幫助邊關張士擊殺兇奴等異族, 曾經在西北抵禦兇奴的時候,一個人擊退了整遮兇奴軍的進攻, 而後也在者里修下了大弟子將壽,張秀在他門下學習六年,出色之後當職在西梁軍中有職, 被稱為不地張王,在群雄割據的時後,還把做粗實得片甲不留, 做粗的像子做狼王愛將點位都死在他手上,後來童淵在扶豐停留的時後, 由修下了二弟子將壽,張秀同樣修行了六年時間,出色後被由象徵到屬中有職, 通過自己的本事成為屬中第一大象,流被入屬的時候,吃了不少虎頭, 就邊君色狂統也視死於將壽之手,連徒弟都更厲害,那些父童淵就更厲害了。 再後來,童淵由烈到河北,在長山遇到了年有的智雲,他對兵越忠明, 者天賦極高的智雲極為漢重。 狹快收為關聯弟子,並讓自己父生所學長受給了智雲, 智雲同樣修行了六年,出色後直接擊敗河北第一猛將雲首。 後來在象板波再在幾十萬曹軍終於入磨人遮境, 尼曹粗都敢嘆,這下只有呂布能有他這種風範。 後來,劉碧曾志雲邀星同冤下山復度,但同冤他絕了,最終終老於山林。 第二位隱士,水鏡先生,施雅輝施雅輝從小耳神同著青, 再加上近學苦練,仗禮後成為一代博士,施雅輝看到朝廷的分寧,為了備禍。 他在荊州開食學院,陪隱英才,施雅輝的得意願生數不勝數, 其中最著名的有朱葛亮,龐統,徐瑞,崔州平借四劫學。 劉碧同樣想招攬他,但施雅輝更喜歡培養羊載, 拒絕了劉碧的好意,第三位隱士。 佛施龐德功相場,朱葛亮病倒在五象時,為了續命, 他使出了獨門絕技七星羹。結果在藝然的光了下, 他的七星羹逐命功歸一舉,對者,朱葛亮再感嘆,天意如死蛇。 傳閱了一句話,五個字,龐德功有我, 使須對龐德功的記載不多,他是一位真正的隱士, 相除龐德功學術精心。 柯董文偷武,同時,又是一個豪爽大戲之人, 文人也時都願意跟他交往。因寫,在京州文化圈內聲望過高, 龐德功和朱葛亮有著身色關係, 龐德功的日子是朱葛亮的親者夫。 龐德功和朱葛亮有著昂年交關係, 龐德功很想識朱葛亮的為人, 龐德功和朱葛亮有著歇徒關係, 龐德功把自身所學都教授朱葛亮。 龐德功聯是一個塔白名利和波董佛朔的人, 相隨向年劉表掌聲龐德功出身副座。 被他軟養了,劉表在路之下派人去放火燒龐德功的住所, 想逼他就犯,結果龐德功行在場上。 事後竟然滅有死,指示套出了口中行的七粒大矮, 其,佛朔遮歌令人驚嘆,龐德功被火燒也不死的處人, 也被傳得神乎其神。 後來,龐德功也擺出歇徒佛術教授了朱葛亮, 據悉,朱葛亮在五象園歇展七星俗命之術。 口中環行七粒大矮,就是龐德功的真相, 朱葛亮在死前大下龐德功的我。 是因爲追葛亮太相,光復興復漢室的大量, 傳想再活數年,以便讓自己的人生畫上混亂的句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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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